温潮胆大包天,已经扒开门缝,抬腿准备进去了,他一条腿刚刚迈进房内,就被一道禁风扫过,直接把他打了出去,哎呦,温潮趴倒在地,抬眼看向房内,蓝战就站在黑暗之中,冷冷地看着他,那个气压之低,让他打了个冷战。 二哥哥,温二公子,你若在月前一步,修挂我刀剑无眼。 蓝战说完,一起手,一阵袖风就把房门带上了,温潮爬了起来,再也不敢进去,只能奄奄地回去。 天刚露白,蓝战房内,静二将昨晚的事一一汇报给蓝战。 昨晚在房内的蓝战,其实是静二,静二与蓝战身形相仿,更难得的是静二善口气,能够模仿蓝战的声音,一直都是蓝战的替身。 蓝战静静地听完,便开门出去了。 送完了采尾宴,今来两家的纳采仪式就算是完成了,按照规定前缘方的就可以回去了。 只不过两家要是交好,前缘方的要是想多留几日也是可以的。 所以当蓝战对金宗主说这几日自己得闲,要多留金林台几日的时候,金家主欣然应允。 蓝战愿意多留在金家,表示蓝战是看中这门亲似的,对于金家来说是好事。 再说那晚,没有进到蓝战房间的温潮,憋了一肚子的火,后来几天,是看谁都不顺眼,看谁都要挑刺,在金林台,各种胡闹了起来。 刚开始对着卫英各种冷言冷语,然后到各种使唤她,卫英受惯了委屈,刚开始也不在意。 后来温潮过分了,就开始躲着她了。温潮抓不住卫英,就去找秦宿麻烦,那日在秦宿院子里,闹了半天,金家主,夫人,金子轩都来说像了,她才罢休,出了秦宿的院子,据说当日秦宿被气哭了。 然而,蓝战当日却以不合适进未婚妻私院唯由拒绝过来,温潮立即意识到了什么。 打那日后,温潮一有事要撒气,就跑去秦宿的院子。金子轩看不下去,每每都去说像,将燕离也次次都跟着。 一时间,秦宿的院子好不热闹。温潮每次都能闹得鸡飞狗跳,吸引所有人的目光,倒使众人当真忽略了两个重要人物,蓝战、魏英。 这日,温潮在秦宿的院子指导她的出价秀品,众人正头疼,不知道这祸过祸能做出什么妖。 魏英是一贯躲着她的,这日也照就在自己房里躲着。 线线,水。 蓝战坐在魏英房间的圆桌边,叫她。 魏英躲在房里的时候,蓝战一般也在她房间里待着。 魏英到了杯温水递给了她,蓝战顺势就把魏英拉到了自己怀里,搂着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。 魏英扭了几下,就老实了。 蓝战。 你,你能不能,别老来我这里。 现在这种情况让她有种在,而且很快要被发现的感觉,这种感觉让她难受极了。 那你想让我去哪里? 线线,你又想惹我生气了。 说着,蓝战知道她的小兔子胆小,承受不了在金家的眼皮子底下的心理压力,不过,很快她就可以解决这些障碍了。 自然,这些现在还不能说给魏英听,在金家,我才不相信你,你老是言而无信。 门外,突然传来敲门声, 筐,筐,筐,线线,你在里面吗? 是金子轩的声音。 蓝战神色还好,魏英听到后,整个人都僵硬了。 身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,蓝战在她耳边小声地说,小点动静,打发她走。 子轩哥哥,我,我在,线线。 我来叫你去前厅用午饭,你出来,我们一起走啊。 子轩哥哥,啊,你先去吧,我过会自己过去。 线线,你声音怎么了?不舒服吗?你开门,我看看你。 子轩哥哥,不用了,我刚才弄湿了衣服,再换衣服,你进来不方便。 哦,你没事就好,那我先去前厅等你。 好,打发金子轩走后,魏英瓦的一声就哭了出来,也不管蓝战,正脱开她的怀抱,就跑到床榻,拉过紧被把自己埋了进去。 在被子里面,一边哭,一边想着那一刻,差点要被发现的心惊肉跳,全身抖得不停。 她要是被发现被退婚什么的,就不说了,要是让江家蒙羞,她会被于夫人用紫垫打死的。 魏英越想越怕,哭得停不下来。 蓝战隔着锦背拍拍她的后背,哄着她。 她本来也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的拙,说哄她,来来回回也就那几句,哄了半天不见好,想着还有事要处理,就说,我晚上再来看你,你别忘了去吃饭。 听到蓝战的话,魏英觉得更委屈更生气了,哭得越发地大声,后来哭累了,迷迷糊糊地就在被子里睡着了,也没去前厅用午饭。 此后,蓝战似乎忙了起来,一连几天都没来找魏英,魏英见蓝战不来折腾自己,自然乐得轻松。 温潮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,她每天折磨够了勤肃,就到处去找蓝战。 一天到晚忙得很,众人猜测,蓝战就是为了躲温潮,才躲了出去,这些留言传到秦素耳朵里,气得牙都要咬碎了。 这日,他们两个正排未婚妻,在后院闲聊,秦素俨然是把魏英当成自己家人,对着魏英大吐苦水,控诉温潮,而魏英心情复杂,想着自己和秦素未婚夫干的事。 对着他心虚羞愧得很,半点不敢怠慢他,无论秦素说什么,魏英都不断地点头附和着他。 秦素对着魏英发泄完,心里反而慌慌的,总觉得要出事。 秦秦的感觉确实准,只不过出事的不是蓝战,也不是温潮,而是他的好弟弟金子轩和江艳离。 前日晚上,金子轩和几个宗室子弟在后院喝酒,喝多了后便在后院随便找了个房间休息,谁知江艳离半夜摸了过去,两个人在一起,到第二天上午才被发现。 早上吓人,不知道里面有人,直接打开了房门,一群人都看见二人搂着躺在一起,衣裳扔得满地都是,这事儿就跟疯了似的传开了,金家想遮掩都掩不过去。 前厅里站了一堆人,各个面色难看,金子轩和江艳离一起跪在金宗主和金夫人面前。 江艳离哭得撕心裂肺,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是路过门口,被金子轩拉进房间的。 金子轩那边也是敌死不认,他那碗喝得太多了,记忆都是混乱的。 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只知道自己被拉进了房间。 你,你胡说,谁不知道你心仪子轩,成天缠着他,现在还做出这等,这等事。 金夫人怒斥江艳离,夫人啊,你可不能这么冤枉我啊。 说完,江艳离哭得更大声了,金夫人听完被气的心计都犯了,一直捂着心口, 秦宿在一旁扶着他。 魏英一进前厅,就看到这副景象,整个人都猛掉了。 金子轩看见魏英来了,立刻慌了神,起身上前拉住魏英,对他说, 线线,你相信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,我喝多了。 魏英被他拉着,心里乱得很,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那边江艳离跪倒在魏英面前,哭着说, 线线,姐姐对不起你。 姐姐,你别这样,线线,我真的不知道,我喜欢的是你啊。 线线啊,哇,江艳离拉着魏英哭得稀里哗啦, 魏英觉得他们一边,一个自己脑子要炸了。 这闹得都没有办法了,金宗主摔了个杯子,大声呵斥道,都别吵了。 把他们两个分别给我关起来,我已经通知江宗主了,一切等江宗主到了再谈。 父亲,金子轩还想辩解,闭嘴,给我滚。 说着,就有金家的修饰把金子轩和江艳离带了下去。 前厅的吵闹暂时停息了,魏英回到房间,躺在床上,脑子里一阵晕眩,难受极了。 他到现在都有点不太相信,自己的未婚夫和自己的姐姐睡在一起了。 想来也是,要是子轩哥哥自己不愿意,姐姐又怎么能一直跟着他? 而姐姐一直都是喜欢子轩哥哥的,要不也不能给自己准备假的清心丸。 可笑的是,自己竟然没有资格去怪他们,他一直以为金子轩和蓝湛不一样。 魏英的心乱成了一团,李也理不清楚了,只觉得自己好像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外人。 这一切都与他没有瓜葛了。 江宗主和于夫人在次日清晨就赶了过来。 金子轩,江艳离早就跪在大厅里,等候着发落了,自家儿女干了这等没脸的事。 两家长辈也没有心情寒暄客套了,都直接坐下,开始商量着怎么处理这事。 可笑的是,蓝湛作为准女婿都进了前厅说话,魏英身为苦主, 竟然没被通知去前厅。 其实,金子轩将艳离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,两家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世家, 为了名声也只能认了,只是还有一个魏英,这点不太好处理。 金子轩是不愿意放弃魏英的,她好不容易才求来,怎么愿意就这么放弃, 就说要两个一起娶了。 金宗主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,看向江宗主,两个人面面相去,都说不出话来了。 这个时候,一直没有说话的蓝湛,倒是开了口,仙门世家里还没有姐弟同嫁一人的。 子轩兄是要做仙门第一人啊。 众人的脸色更加难看,江家虽然势力贪婪,但是到底还有世家的底子在。 让他们姐弟同嫁一人,别说是家里没有这么干的,普通人家,只要日子过得下去,也没见过这么干的,这把他们江家当什么了,他们江家还是要脸的。 于是,江家立刻就不干了,说没有这样欺负人的。 江家丢不起这个脸,难道金家就丢得起?金光善暗暗骂了一声丢人。 可是,可是,我和线线已经订婚了。 金子轩焦急地说道,金宗主气得直接起身,狠踢了他一脚,将他踢倒在地,纳倒,混涨东西。 你知道还干出这种事,说完便让人压着他下去了。 之后,两家就商议着,这事毕竟不光彩,婚事就不要再拖了,免得再出什么幺蛾子。 于是就订了一个月后,让江燕离赶紧进门,把这事过了明路,大家面上都好看。 至于与魏英订过婚仪式,就说本来订的就是江燕离,是大家传错了,就是会有点风言风语的。 过段日子,大家也就忘了。 高等日子,大家有点速写状。